国民党桃源市长参选人 张善政的农委会研究报告 涉嫌抄袭的争议延烧 名嘴直指三份报告中 第二份是抄袭 第三份内容发善可成 对手孙玉鹏也要他说清楚 讲明白 我相信政府的采购案 那所有的合约都一定会有 不能够侵权 我们不能够抄袭的条款 更何况说这是一个高达 五千七百三十六万元的一个采购案 这些案子可以看得出来 张善政先生 他本身并没有这个诚意 来检讨他自己 那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张善政先生 他对于桃源所有的质疑 都没有根据 那对于自己所有的反省 都没有诚意 他用诉讼的方式去告郑市长也好 其实他就是在闪躲他用同样的标准 来检查自己的这个五千七百三十六万元 采购案的各界的质疑点 农委会那份标案的报告的成效 我在脸书上面已经都跟大家详细报告过了 我刚刚说 我们这个计划的成效 在脸书上面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 我刚刚还是那句话 脸书上面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 命令质疑张善政再三强调 要已说明清楚 凡有曾孕鹏才需要道歉认错 我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好检讨的 反倒是挺稍息的人应该要道歉要检讨 那这和论文案不同的地方是 论文是禁修学生自己付学费 请他拿出反省自己的诚意 你当初怎么质疑别人的论文 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跟公开来说明 他就用相同的标准来对于这个 五千七百三十六案的这个案子 他来做说明就好了 两人为研究报告隔坑护杠 曾孕鹏对于张善政爆料自己 绯闻的操作也不以为然 农委会研究报告 加上非文案 投言市长选战话题不断 真的是话题非常多 其实今天美美姐又带来 很多相关的资料 等一下我们会逐一秀给观众朋友看 不过我们还是先听一下 今天国民党的代表敬言 要来帮张善政帮他来辩护一下 因为现在绿营这边郑运棚就说 张善政你要拿出反省自己的诚意 你当初怎么去质疑林志坚的 你怎么质疑人家论文 你现在就要用什么样的标准 公开说明 可是国民党的大家长朱立伦 他怎么说 他就是说 这种泼脏水的方式很low 简而言之 他就是要把绿营扣上一个 泼脏水这样子的形式 他说用这种方式攻击张善政 民众也不会接受 我想请教敬言的是 其实包括周刊 或是很多的来宾提出了很多证据 大家这样指正立立 对国民党来讲 这只是泼脏水而已吗 有这么多见谷呢 敬言 当然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很回归 第一他是做学术研究 那也是拿政府的标案 而且这个政府也不是只有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 他横跨了蓝绿执政的时期 所以无论是在验收还是主持计划案的期间 蓝绿都执政过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也就是讲说 现在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稍微去搜寻了一下 刚才无论是PTT 各大网路上 其实我倒有点意外 就是民众的反应 其实大部分的网友 目前看到 他们真的是认为说 是不是说绿营现在在因为选举 然后因为前面临之间的案子 现在确实有这样子想要去反击张善政的动作 那他们大部分的人也认为说 研究计划跟论文 他的标准确实不一样 但是讲回来 我觉得大家都还会想要回归说 我们到底是不是求真 然后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张善政自己也说明了 他都说他是光明磊落 一切都是合理使用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现在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把手边的资料全部拿出来 因为第一确实这个是洪基 他去标这个案子 那那时张善政是计划主持人 那计划主持人 我们当然都知道说 主持人理论上因为这个是很庞大的研究案 一定是很 下面很多大家分工很精细 然后再去做相关的研究 而且他很多是要去提振说我们的农业技术 所以说一定很多是参考 无论是国内外的这些相关的研究报告 那我觉得回归第一点就是说 这个到底对这个农业有没有贡献 当然绝对是有贡献 那第二如果真的有状况有责任 其实张善政是挂名主持人 那当初是洪基去标这个案子 连洪基的 其实主持人当然不一定每一批都是他下来 可是他就是有督导嘛 你就是要去关那里的那些人嘛 所以是责无旁贷的啊 所以我觉得像林左嘴他也讲了 他就说即便讲真的有责任好了 张善政也顶对就是督导上面的责任 可是真的如果有问题 应该是说包含说主管机关 监督的单位跟当初引用这些内容到底有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依照著作权法讲到 确实张善政他们也是合法引用 你说这个著作权法第50条第52条 他全部都有把他注明出来 那他里面就是要把这个农业电子化的薪资去提出来 所以说我自己的角度看起来 我觉得现在因为讲真的这个研究计划 比起论文又更专业了 我想说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去读硕士 对不对我也没有写论文 这个研究计划到底有多庞大 我详细一点我刚才稍微翻了一下 讲真的我真的看不太懂 那张善政的团队现在第一 他们也去提告了 那包含说这个 他认真对人家的供给去做提告 那农委会也说他们会去查 那现在这个这件事情已经关乎整个 我们政府的研究计划报告 我也希望说农委会如果真的有问题好了 农委会那边资料一定是最齐全的 包含说整个研究过程期间的这些资料 农委会可以把它拿出来 以免让现在看到网络上确实网友在讲说 会不会是农委会这个政府单位 再配合特定政党 再做特定的政治打击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不想看到 我们希望选战可以回归 就是还是政策的论述 农委会当然也要去调查 那国民党的阵营这边就是要 以送职棒 想要用法律战把大家的嘴巴给堵起来 好 当然这个美美姐这边 有准备了很多资料 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完整的 来听美美姐 好好来帮我们补充